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日前发布公告 决定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部分产品关税减让 涉及丙息对二甲本等12个税务的进口产品 台湾石化工会表示 优惠取消后对于台湾石化产业的冲击便及上下有产业链 台湾石化产业销路将多缴163亿元新台币的关税 台媒也指出失去ECFA对于经济和就业影响甚大 民进党当局应该尽快与大陆展开协商 台湾石化工会表示 由于石化原料与上下游工业生产有密切关联 本次公告虽仅终止12项产品关税优惠 但对岛内石化产业的冲击便及上下游产业链 未来若进一步扩及ECFA项目下石化业88项试用产品 以去年出口额及平均税率计算 台湾方面要多缴163亿元新台币关税 石化业者坦言近年来全球经济不佳 以冲击石化产业营收 如果民进党当局再不积极解决贸易壁垒问题 产业处境将雪上加霜 资料显示台湾石化相关产业员工数高达43万人 台湾工业总会认为 ECFA关税优惠取消后 该行业的就业势必会受到冲击 呼吁民进党当局尽快与大陆建立协商沟通渠道 岛内舆论也担忧 若两岸沟通迟迟未能展开 可能会有第二第三波措施 如果ECFA取消关税减让项目 扩及机械或纺织业 对台湾影响会更加严重 你怎么知道没有第二波 如果第二波是针对中小企业比较多的纺织呢 或者是机械工具业 台湾《旺报》发表社论指出 针对大陆终止ECFA部分产品的关税减让 民进党当局宣称影响不大 这完全是误导民众 台湾在ECFA架构下 有539项产品输入享有关税优惠 其中约半数属于中小型传统产业 弱势产业与农产品 失去ECFA对台湾就业机会 及庶民经济影响甚大 民进党要务实面对解决问题